问到特别敏感的一些部分 来 我们看看 那我们谁先呢 谁先呢 真的 剪刀石头不好 拜托 好 既然要猜拳是吧 不要再说我了 OK 大家 好 公平吧 剪刀 石头 布 剪刀 石头 布 好 余胜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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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办法 真的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 你知道我们这个现场就是一个 就是 以多其少的一个现场 我好想哭啊 唱首歌 唱首歌 送给方程师们吧 好 那就请吧 那就请吧 我爱你 你是我的方程师 我愿意变成你的emple and 幸福的每天 浪漫的美眼 为你的爱情祝福着 永远 永远 OK啊 这个毕竟是临时给他选择的题 我觉得还不错了 马上编的这个词还可以 接下来三位 谁开始了 编冰吗 还是谁 什么 我先吧 我先吧 我刚看到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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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鬼啊 对 对 能唱 现场能唱一段 Hero吗 别再错过 哦 还在等待什么 哦 懂得成熟结果 哦 想成为什么的传说 别再错过 哦 还放纵了什么 Let's go 振夺身上的枷锁 那并是你身的脉搏 用者是我 那接下来寄到题 我觉得都太简单了 是不是 该选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话题来聊 对不对 四肢和男志贤师姐合作 有神马来讲 重点来了 对 让男主说说 与女主对系的感觉 哦 还有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最后一句 有木有火花 哇 有木有火花呢 谁姓男子 还不错耶 Alan你一上来就选了一个 这么有深度的问题 哈 好吧 好选的好选的好 那我们这其实里面是一个大题里面 包含了几个小题对不对 慢慢来聊一聊 当然选择了一个什么环境 因为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去韩国拍MV的话 好像都是有那种比较浪漫啊 唯美的画面对不对 说浪漫的话我觉得 有浪漫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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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 反正 我干嘛一说浪漫就脸红那么害羞的样子 反正我在现场看到了床 有床就有床戏 是 对不对 而且我愤恨了 大家的态度我们已经知道了 床戏肯定是Jimmy来完成的 对不对 所以遭到了大家艳羡的目光 那现在Jimmy来给我们交代一下 这个床戏的部分是和谁来配合完成的呢 对 没错是我 不可能你一个人了 对不对 就我 就当时跟女主角 这四分钟的前辈 男子写 一起 对 对 然后呢当时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拍摄的那个环境 就是可能大家每一个人因为都在现场会看着你们来演嘛 所以 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演艺那段情节的时候 我那时候很紧张 就 平时之前这四年的训练的时候 其实都有跟前辈 对 就男子写有沟通 对 对 不过那一边一到现场看到他的时候 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对不了话 对 就很紧张 你是因为想到太多有可能会产生的画面 然后就很难跟他沟通讲话是吗 就 之前是训练生 他是前辈 就可能很轻松的跟他聊天 对 就现在出道了 就可能啊 现在会不会出错 会影响到他呢 对 自己又演技不好 又 就第一遍嘛 就很紧张 就不知道说什么 就那时候蛮尴尬的 对 就是那感觉 所以作为当时旁观的观众们来讲 就三位当时看他们的状态如何 讲到这边我要讲到一个 我看到的笑场的片段 那个时候已经 是凌晨可能两三点钟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拍到那个 就在床上那个 只是深情对视的那个 哇 这个对戏对到凌晨两三点 对 然后只是深情对视的那一刹那 要不然重新演绎一下 在当下当时的环境好不好 对对对对 吉米哥的表情 那当时是这么一个 你当时是吉米好不好 我是吉米 然后余胜当时是女主角 好 那比方说 那个吉米看过来 就是 对 对 这边是床对吧 对 现在假装已经躺在了床上 对 然后一开始 好 一开始先只是简单的那个 就对视 然后是啊怎么 然后突然间 吉米哥笑场了 他这样子 吉米哥觉得 我自己的笑能控制住了 再 再回去 再进 再入戏 这样子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 这个算吉米已经过了 两道题 接下来给谁来选择了 我答两题 Alan和BinBin BinBin 没答过 是我呀 对 好 叫做平时会看粉丝的留言和饭拍图吗 很简单回答你们两个字 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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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我们刚刚入行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有粉丝来信呢 或者什么 会有可能人看 这个会坚持保持下去吗 会 我是 就是有时候粉丝会等在公司楼下 然后他们给我的信 我每天回家都会看 已经成为我们的业余兴趣是一样的 对 OK 好 这些题目当初我在微博上面看到的时候 有几道题目 他们那个微博博主的名字 我都记得是谁 刚才扫了一遍 你都还记得是谁说的是吗 对 好那再来选一张了 金米哥先生 金米哥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好 来 金米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嗯 就刚开始嘛 到韩国的时候就是 个性都有的 对 然后会跟金米哥就是产生摩擦 对 那我生气呢 就是很生气就是 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 生气很生气很生气 你说这种是有多生气 然后金米哥呢 他的生气呢 办法就差不多一种 对 一头了之是吗 我我跟你吵架 那 他就这样别走了 真的 他不会理你的 那怎么办 这个这样的误会不就越来越深了吗 是因为就比方说 宇盛他是那种在气头上 一下子缓不过来的那些人 你跟他讲讲不听 然后金米哥就会 自己我先忍住 忍住然后先出去 好 现在不跟你谈 就是先冷静一下 就是两个人 你知道当闹一些小别扭跟摩擦的时候 一般都是 总要有一方先做出这样的让步 对对 就像那个打太极拳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 智慧智慧在里面 他们就是一个很像狮子座的狮子座 和一个不像白羊座的白羊座 那你呢 你自己会最后怎么来处理这个当时的摩擦呢 我就哭了 真的 你会哭啊 没有因为在韩国就是也没有朋友嘛 对 然后找不到人就是 发发简讯啊什么什么 就找不到人了 那时候你还没来 你没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金米哥吵完架 因为金米哥至少有可以就是沟通的方式嘛 对 那我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 跟他吵完架 然后我就自己躲到厕所 然后就 哭了一顿 一个人哭 对 这样我们要不要现场就给大家把这个冰释前嫌 然后我知道现在已经是绝对的好哥们儿好兄弟了 两个人抱一下好不好 来 无所谓 来 未来是更好的兄弟 OK 好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现在是特别融洽哈 刚才谁还没有回答 一轮 这个可以 啊 这题呢他问说 方先生 敢不敢让你的额头露出来呼吸一下 哦 哦 这个很 你 你是有偶像包袱的人吗 哈哈 他是的 我是还还可以 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 偶像一般不会把额头露给别人 好那我说我会把额头露出来给你拍 真的吗 但是 不过呢 不过 有不过哦 但不是现在 因为我的那个 当你离开我 我有一个造型是 把额头翻出来的 是 所以你是让大家去这个MV当中来看你的造型 对对 期待一下 好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啊 好 冰冰你还有回答吗 诶 这道题我觉得不错 诶 这道题我觉得不错 诶 看皮卡 看皮卡亲 好 画心画心画心 对 所以美少女战士你也是喜欢的 哈哈 哦那个 不太 你要我 你要我跟别人说你在家里面经常说代表月亮笑灭你吗 哈哈 有觉得是我不可能啊 我是看广东话版的嘛 好吧要听一下吗 来说一下大家都要听好不好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消灭你了 消灭你了 好了谢谢啊 就是再说下去就真的要把大家消灭了 不能说多 OK 这是我们的粉丝一个争计问题的环节 好 诶 诶 诶 天梦上一片黑 思念压着悲伤好累 枫叶花满在半空中 微微走落 触碰我的脆弱 那天你忽然离开我 像一对破碎碎 金洒落我心窝 风声震动我耳朵 敲打着疲惫的我 忍受着感爱情在坠落 天空不停落下 枯叶飘渥 我不知所从 崩溃的山你我好难过 最后当你离开我 忧愁拉着我 心让寂寞就沾着胸口 我的风味太多 吹死了烟火 那你阴霾曾爱过 You know that I get a good man just for you 你却掉头就走了 You know I really miss you 一直以来喊的话来不及 说活的根本没机会说 Please don't forget i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Don't be sad Don't be still be calm 我知道我是可以完全摆脱所有的黑影 我知道我很少 You know I love you You know I need you You know everything 风声直通我耳朵 敲打着疲惫的我 忍受着感爱情在坠落 天空不停落下枯叶飘泊 我不知所从 崩溃的山你我好难过 最后当你离开我 忧愁拉着我 心让寂寞纠缠着胸口 说的风回忆太多 吹散了烟火 那你掩埋曾爱过 被总扑下了黑幕 採造了爱情什么 推不开我的心 因为被扮索柴落的执着 My love 我已经想很多 我目的叫醒了我 却我不跟他说到 父亲是也在为你难过 诗篇的情节陪我说着梦